北军都用不起胡塞武装发射高潮音速导弹 以防穿只冒起浓烟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给美国航母放个礼炮 胡塞发射高潮音速导弹 命中以防穿只 当着美国的面 用美军做梦 也想做出来的高潮音速导弹 把以色列的船给打了 胡塞武装干的这件事 可谓大快人心 6月26日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 叶海亚萨利亚发表声明 胡塞武装首次使用 自主生产的高潮音速导弹 在阿勒波海对地中海 沙拉5号货轮进行了打击 随后胡塞武装公布了一段视频 展示了胡塞武装 发射高潮音速导弹的过程 视频显示 一枚浅黄色的火箭弹 从未知的沙漠地区的移动平台上 成功发射 这里必须说一下 胡塞武装对发射地点的信息 保护做得确实不错 整个视频画面 除了导弹弹体和天空之外 基本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 地理环境信息 都打上了厚厚的马赛克 本应这个事情 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胡塞武装这次发射的导弹名为 哈姆雷二号 据说是完全由胡塞武装自主生产的固体燃料高潮音速导弹 之前就有过试射成功的消息 而这次是首次公开亮相 并且是第一次在实战中取得成果 验证了这款高潮音速导弹的可靠性 从视频来看 这款被称为哈姆德二号的导弹 应该是伊朗海巴尔切坎系列导弹的反舰型号 所以胡塞武装生成的自主生产 应该是导弹主体 由野门本土生产 但是关键部件和技术则来自伊朗 当然英雄不问出处 对胡塞武装来说 自己拥有高潮音速导弹能投入实战区的战果 而美军求而不得 这就是最重要的 第二 胡塞武装方面宣称 打击的船只是位于阿勒伯海的以色列货船 这说明这款导弹的射程超过1000公里 这可不得了 它意味着大半个印度洋都在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之内 以色列的船只在印度洋几乎无力足之地了 美国在高潮音速武器项目上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都没有研究出可行的成果来 结果现在中东一支杂牌军都列装高潮音速导弹了 而且还是当着美军的面猛揍美国盟友 这让拜登那副老脸往哪搁呀 其实在我看来 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宣布高潮音速导弹首战成果 就是专门给美国人看的 打个比方 这就是给美国航母放的一发礼炮 众所周知 在胡塞武装三番两次的打击下 美国海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不堪负重 马上就要跑路回家了 这一趟回去 哈欧一年半载都很有可能 而接替艾森豪威尔号中东任务的是 罗斯福号航母 目前这艘航母已经抵达韩国 即将前往中东地区 最近这几个月 胡塞武装跟美国海军打的交道确实不少 罗斯福号航母要来 胡塞武装怎么着也得来点表示 所以这次高潮音速导弹的公开亮相 就是在提醒罗斯福号航母 一旦进入曼德海峡和红海 就准备迎接哈姆德二号的精准打击吧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